那同時中國也開始產生了一些內部的現象 就是外國品牌在中國市場節節敗退 你可以看到那個深藍色的線 就是中國的品牌的市占率 然後淺藍色的是外國品牌的市占率 就是外國品牌節節敗退 這個很多領域都這樣 手機比如說蘋果的市占率 現在已經被中國三家手機超過 汽車 汽車更是如此 連日本的汽車在中國的市占率都在下降 那這個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在中國的市場是深藍色那一條 你可以看到他在美國繼續獨大 可是在中國的市占率是越來越小 至少比2023還要小 這是特斯拉在中國的市占率 然後這個是比亞迪在中國純電動市場 你可以看到他在純電動車的市場 占27% 那如果是plug-in hybrid 就是這插電這油電混合了 比亞迪高達61% 61% 這個現象已經開始都發生了 然後另外就是中國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了 你不要只看到美國市場 你要看到全球市場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全球市場 紅線那一條 這個 中國 他這個對全球市場 這個 就是全球貿易 對那個全球的工業產值的比率 那中國的全球工業產值 是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藍線 你看他是往下走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中國的國內市場越來越多 是自己的產品 那自己國內市場的增幅 超過他對外出口貿易的增幅 所以你看他是往下走 那如果中國不算呢 全球貿易是在往上走 簡單講就是中國的全球貿易在增加 可是呢 全球貿易如果除以 他的那個工業的全球的產值啊 那在中國反而是在下降 這個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中國的產業在升級啊 然後他的國內市場 進口替代越來越明顯啊 然後中國的產品 照樣賣到全世界 這個就是美國在做的事情啊 美國他在脫鉤嘛 所以你看啊 美國的進口 紅色的那一條是從中國的進口 那你可以明顯看到中國進口在減少 這美國自己的選擇嘛 那美國的出口 右手邊這一張 一樣 中國也是在下降 那藍色的是其他地方 那這是美國自己的選擇啊 這是事實啊 這是事實 可是這個並沒有妨礙到 中國在全球貿易的增加 在全球工業生產的增加 所以這意味著什麼 這意味著 你美國在脫鉤啊 可是你美國的市場 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 就是這樣啊 不管是出口 進口 對中國都越來越不重要 那你美國選擇脫鉤 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 可是中國跟全球市場的結合 中國的全球的工業製造 還有中國國內 進口地帶 用國內自己製造的品牌的比例 這三個指標通通都在上升啊 通通都在上升啊 所以你說中美貿易戰 中美科技戰到底是誰打贏啊 當然是中國打贏了嘛 全球貿易在上升 中國的工業製品的總量在上升 然後中國國內製造 佔比它也在上升 就只有跟你美國在下降 那你說是誰贏了 那當然是中國贏了嘛 這還用說嘛 美國製造業今年最糟啊 美國並沒有因為搞科技戰啊 搞貿易戰啊 把中國給打垮啊 把自己給拉上來 沒有啊 我剛剛已經跟各位講了嘛 你電動車 你的汽車 你對中國車增100%的關稅 那又怎樣 那你就保護你的汽車嘛 避免他們受到中國汽車的競爭嘛 可是你能夠阻止 全球其他國家去買中國的汽車嗎 沒有辦法 美國沒有這個能力啊 其他國家照樣在買中國的汽車啊 那結果會是怎樣 你美國的汽車到全世界 沒有辦法競爭啊 因為你保護自己的車嘛 結果你的車就越來越貴嘛 成本世界第一嘛 就會變成這樣嘛 喔 美國對中國的投資越來越少 這個是紅色的線喔 然後投資印度 投資印度越來越多 這是美國嘛 好 然後 可是呢 中國 他的貿易 他的貿易 他的貿易並沒有減少啊 他是越來越透過什麼樣的國家呢 叫 connected countries 他透過墨西哥啊 透過匈牙利啊 那直接到美國就減少 所以下面那條是美國 喔 所以你並沒有妨礙到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啊 他只是 賣到的那些連結的國家啊 你可以看這個圖就更明顯喔 越南 最下面那個藍色啊 那增加最多的是哪一塊 就是這一塊 中的藍色 匈牙利 匈牙利是增加最多了 表示什麼 中國正在大力的投資匈牙利 以便進入歐洲市場 就是這樣喔 那這個是匈牙利啊 取代了 英國法國德國 成為中國的主要投資國家 你那個紅色的就是 紅色的就是匈牙利啊 2023 2022到2023 中國對匈牙利的投資大量增加 我舉這些例子在告訴各位 這些例子都是金融時報的例子喔 我用的資料 都不是中文資料 我就是在告訴你 連 英文媒體都告訴你 你美國並沒有辦法主導 全球的經濟啦 全球的經濟跟市場 並不是照你的邏輯在運作的 中國在投資匈牙利 那未來這個汽車他還要投資西班牙 要投資塞爾維亞 還會投資 他大概會投資六個國家啦 中國的汽車照樣在賣給全世界 就是這樣啊 沒有人在聽你美國講話啊 只有加拿大在跟進啊 還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大家重新考慮要使用華為的電信 也沒有人受到你美國的支配啊 所以我是在告訴你什麼樣的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是什麼 是美國越來越掌握不住的世界啊 不管是全球的經濟 全球的政治都是如此啊 德國也是如此 德國因為他北西被炸 造成他整體的人員成本上升 這個是德東 就是原來的東德啦 最近有兩個幫選舉啊 不是極右翼拿最高 這是基督教民主黨拿最高 德國的社民黨摔到啊 只剩下6% 你有沒有看到 那第二個是只剩下7.3% 那德國的極右翼啊 竟然拿到32.8% 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叫極右翼 極右翼就是我要以德國的國家利益為準啊 這不是只有反移民的議題啊 有越來越多的議題 他們認為要按照 我自己國家的利益為準啊 我為什麼要聽你美國的啊 我幹嘛要接受自由派 這德國啊 德國的極右翼在崛起啊 越深藍色的 就是極右派的勢力 實際上全世界都這樣 法國的極右翼也在崛起 為什麼 因為他認為要本於法國的國家利益 為主導的經濟政策 美國川普也在崛起啊 一樣嘛 所以未來的世界會怎麼走 我們真的不知道啊 可是你看到德國 這個就是很實際的狀況 就是德國啊 住在德東的人他生活不好啊 德東就是下面那條紅線啊 他的人均所得 就比較低嘛 你看比那個 低很多啊 他大概只有整個 西歐 所得了60% 所以他在抱怨嘛 他在抱怨嘛 他在抱怨什麼 我們就看到德國的經濟 所以 由於能源成本 北溪被炸之後 造成迅 突然的上升啊 結果德國的經濟 越來越糟糕啊 這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就是Volkswagen Volkswagen在德國是超過 100年的企業啊 結果呢 他決定要關閉德國的工廠 87年來守建 他在德國的工廠僱用29萬多 可是他的選項啊 他並不是像美國這樣啊 說我就對中國車 增100%的關稅啊 他不是這樣想啊 他決定去跟中國合作啊 合資啊 要請中國的車過來投資啊 他還要想他的後續存活的問題啊 我們看到歐洲很多國家都是這樣思考啊 所以我剛剛不是跟各位講嗎 匈牙利 西班牙 大概有六個地方 中國的汽車會去投資 所以他們並沒有採取 美國的策略啊 所以我們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做個結論啊 我就要跟各位講啊 中國非洲的戰略結盟 他逐漸的開花結果 美國想要跟中國脫鉤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 去阻止全球市場的壯大 還有中國的工業製品在全球市場的 進一步壯大 更不要說中國國內市場 中國的工業製品佔比的壯大 美國全部失敗 這裡就看出來 美國已經沒有辦法 來領導全球的經濟 那這個就是美國霸權 未來必然會面對 越來越多的挑戰 這是一個開始而已啦 可以做的嗎 用來的 要不說是美國的工業製品 平衡 是美國的工業製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